問一下這個葉雲之議員 事實上新新聞跟這一個 蜂傳媒所委託整理的 包含了六都的滿意度的調查 相對領先的人其實是鄭文菜 那這一次呢 韓國瑜是熱門明星 那如果是以整體的總統最四任度 那其實朱立倫是 目前為止看到最高的數字 可是昨天美一島電子報 也公佈了一個總統的四任度 其實朱立倫已經落後王金平 所以現在民調滿天飛 然而相對上韓國瑜的民調是 藍軍候選人比較高的 你怎麼觀察 其實朱立倫的確是在 執政能力上面是比較獲得肯定 我們之前在新北市的時候 新北市連續三年招商都是第一名 所以他在桃園縣長的任內 在創歲也是都第一名 但是不可諱言的 現在國民黨人氣最高的 就是韓國瑜 你看韓市長早上回來的時候 整個機場感覺好像中華隊打勝仗 只要第一名回來一樣 全部人都去迎接他 所以他的人氣的確是最旺 因為在基層的感覺 不管民進黨怎麼去攻擊他 磨紅他 當然不會有感覺 人家要講說 你是不是去見中聯辦 你就是去承認一國兩制 人家也不會覺得這是有道理的 所以也翻出來說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以前也見過中聯辦的 那說現在大陸已經定義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那你去講九二共識 不就是支持一國兩制 其實人家也不會這樣認為 人家就認為說 九二共識是1992年兩會談話的一個過程 你講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講我的中華民國 這個過程不會因為後來被定義而改變 大家想一想去就說 民進黨你為什麼要一直攻擊韓國瑜 韓市長是想到一個原因 因為他人氣最高 所以要打他 怕他出來選總統 所以大家就會 你越打他 他的人氣又越旺 而且我相信韓國瑜 韓市長也會想 你放馬過來 你看他今天在記者會的那種氣勢 民黨就在無聊 窮極無聊 我在那邊拼經濟 我拼到我的眼睛都疲倦了 沒睡覺 你沒事抹紅我 你把經濟搞好 其實他那個態勢就是 來嘛放馬過來 我不怕你 所以他其實早就想好 你會這樣對他了 他也沒有在怕 那現在關鍵是說 大家都有共識 韓市長是國民黨最強的一個人 所以這種打法 其實已經激化藍綠對立 這種打法 連柯文哲都被邊緣化 柯文哲已經被邊緣化 這已經是提早藍軍綠軍 雙方大動員大車拼 對 連朱立倫都邊緣化 坦白講朱立倫 現在是有點被邊緣化 所有國民黨其他人也邊緣化 然後柯文哲都被邊緣化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在國民黨 因為我們先看民進黨 民進黨就算 不管是蔡英文出來也好 或者是賴慶德出來也好 四月多就決定了 他們再紛爭也就一個月的事 馬上準備好作戰 我們國民黨 我們國民黨已經吵了三個月了 到底什麼制度 一日速變 已經大概我如果有時間 我可以講十幾種出來 但因為沒有時間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那最新版本是什麼 最新版本叫做特邀 就是特邀韓國瑜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 特邀版本是準備 清明掃墓完回來就定案嗎 其實台灣現在中央講什麼 我也沒有很認真去了解 因為搞不好 明天又要改了 後天又要變了 所以我們已經無所事 所以主持人還算認真了 還follow到清明 連國民黨員都搞不清楚狀況了 真的搞不懂 因為你已經算了啦 明天又有新版本 我等到最新版本出來 但是你也不知道 什麼是最新版本 但是國民黨這樣子搞下去 真的就像您講的 會把朱立倫跟王庆明 變一變化 我先介紹一下 最近的幾個制度 有一種叫做徵召 韓國瑜 一種叫做初選 初選就是大家一起公平參加初選 因為韓市長可能不會領表 所以我們主席講了一種叫做徵召式的初選 也就是說徵召他來領表 就是讓他來初選 可是還要跟朱立倫王庆明競爭 今天又出現一個特邀 什麼叫特邀 特邀就是特別邀請他來參加初選 VIP啦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現在是一國兩制 國民黨更厲害 一黨四制 一黨四制 初選有四個制度 所以你說一國兩制 我們講我們的 不是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 我們講我們的 你們講你們的 我們國民黨裡面是各講各的 國民黨是各表的很厲害 那我講一下 所以特邀很接近初選是徵召 也很接近徵召了 特邀跟徵召差別在哪裡 其實我認為就是徵召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基層會認為說 如果說大家認為韓市長 是唯一可以擊敗民進黨的人的話 拜託趕快徵召韓市長 四月就趕快 主席跟他就兩個 講定了就徵召他 這個好處是什麼 這個絕對會比特邀 跟徵召事出選來的好 我講一個最具體的 徵召的意思就是 黨需要你 你趕快出來吧 你是英雄 你是救星 所以如果有些候選人去參選 他是被徵召 他的看板上面一定會寫說 我是中國國民黨徵召 我不會說我是中國國民黨提名 真的喔 對 因為這個代表我比較厲害 是黨需要我 所以當黨主席 黨中央喊出一種 徵召事出選的時候 就代表說 我今天譬如說 我跟徐蘇柏委員 還有湯仁俊 我們三個參加一個出選 我們兩個是要去領表的 要連署的 要找報名費的 然後要積極拉票的 徐委員他是總指求援 他是被徵召來參加出選的 他是嫡系 他是正統 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委員 他是黨鼠疫的人選 你在投票的時候 你會投他 也投給我們兩個 已經都投給他 因為他是正統 他是有人氣 我們兩個規規矩矩的 參加完出選制度之後 輸了 我們兩個說 神笑耶 早知道我們就不要參加出選 你就當初就徵召他就好了 可以要求錢還給我 對不對 徵召他就好 你幹嘛讓我們白忙一場 然後我們兩個又沒有贏 那我們不是更怨嘆嗎 所以王清平王院長 才會最近講話越來越重賢 他是老好人 他是一個公道博 我以何為貴 居然會說長者不仁 幼者不義 這種話 不是王院長會說得出來的 為什麼神奇 就是我這種心態 你要徵召就徵召他 我們也都支持 所以柱市長已經講了 你就徵召他 為什麼他不敢直接徵召 因為現在唯一的關鍵就是 現在看起來是吳東寧也不敢硬幹 然後再來韓國瑜也不敢硬幹 韓國瑜也不敢大大方方說來 我初選我領表來我參與 所以賴清德都這樣子硬幹 賴清德去登記領表 禮拜一早上我們也搞不清楚狀況 他就領表給我們看了 然後我們就發現他真的領表真的參選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問頂大位 你連大大方方面對全民你都不敢 那你扭扭捏捏心心做態是要幹嘛 我們現在他可能會考慮到說 因為他剛選上高雄市長 對高雄市民有承諾 所以我們現在就呼籲說主席趕快確定 確定一下韓市長的意願 那政治人物的承諾跳票 又不是在台灣是新鮮市 以前蠻有說的好千百萬次 說我不選也是選 所以他必須要承擔那個 可能會帶來的後果 再來還是要他自己做一個決定 所有政治人物的政治決策 跟政治承諾都要承擔後果 發大財也要承擔 發不了財的人終究會有一天去怨 到底發誰的財 我再補充一點就好 所以說為什麼您剛剛講說 朱立倫王金平被邊緣化 因為當黨已經 大家很明顯的黨已經屬意 是韓國瑜韓市長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 你朱跟王幹嘛趕快退 你們不要再妨礙韓市長選總統 全部現在全黨的心態是這樣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朱立倫 因為他現在還不確定韓市長 到底要不要選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要準備 你是王牌投手 我也是第一救援投手 當王牌投手 沒辦法上場的時候 救援投手也要練球 所以我必須要講出 我的政見出來 所以他講 他要去金門發表一個 兩岸發表一個永久和平宣言 可是他講 有人要聽嗎 沒有要聽 全部的人都留言 你不用講了 你退吧 我們要韓市長 你還是不要出來 所以現在你要朱市長跟黃院長 要選也不是 不要選也不是 就進入到一個困境 所以當然就是 如果站在國民黨的角度好的話 就是要請吳主席 趕快你要確定一下韓市長的意願 確定之後 不然的話全部人無所適從 整個這樣元氣大傷 萬一最後韓國瑜沒有出來的話 那國民黨怎麼辦 好 我們稍後立刻回到節目現場